那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有这个天赋呢 我是复读了一年 然后第一年其实不太理想 第一年可能自己也 高中那时呢比较叛逆 就父母说什么 你都感觉有点 我有我的主张 但是叛逆到什么程度呢 跟父母吵架吗 会吵 就是说他们的话也不大能听得进去 因为那个性格是这样 我射手座有爱自由 高考第一年 就不太理想 考完之后 我发现跟我身边好的几个朋友同学 考上了很理想的学校 所以给你有刺激了 有刺激 有位同学考上同纪了 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努力吧 不应该再这么下去 那时候我去学做女鞋设计 是吗 你的兴趣还挺广泛的 不是 是因为我们家成都那块 吴侯区 它就是一个女鞋之都 制造业在那边 对制造业 造女鞋的 然后跟广州是差不多的 然后就跟父母也做这方面生意 就把我送过去 我实在是坐不住 我不是这种性格 去试了一下 去试了一下 然后又看到呢 我的同学 考上了好学校 刺激到我了 身边好几个 我跟我妈 跟我父母说 不行 我不能这么下去 我得 我得自己 奋发 试一下 最努力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 之前也接触过表演培训 我觉得自己对这方面 还是比较感兴趣 然后就去报了一个培训班 就去真正正式的 那是在成都 成都 正式 穿诗旁边 然后有个培训班 正式的学了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